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很多是志愿者 就是不拿工资的 只有三十人是他们的那个正式编制的员工 其他都是志愿者 当地到达地还会有两三个志愿者 说到哥德堡号 其实历史上有三首哥德堡号 现在这一搜其实是第三搜 它是按照第一搜的样子去复制的 当然了 因为当时复制的时候 离第一搜建造已经两百多年过去了 所以当时的图纸也没有了 只能靠一些第一搜的产品 还有结合当今现代的一些造船的先进的经验 然后制造的这艘船 第一艘船其实是专门为中国和瑞典贸易制造的 当时制造这艘船的时候是1738年 在1739年到1745年之间三次远航通过 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国大清的乾隆城市 也是中国国力是最强的在世界上 可以说是number one 没有任何一个能够为中国大清抗 那个时候瑞典就是造这艘船 就是为了中瑞茂的 也确实呢 也三次远航都带回了很多中国的丝绸啊 瓷器啊 很多中国的产品 但是在第三次远航回来的时候 已经接近戈德堡母港 戈德堡港的时候 它触礁沉没了 但是因为呢 很接近母港了 其实它只有十几公里了 所以当时救援的就很及时 所以当时没有任何一个船员伤亡 但是呢 那些货物有的就随着船沉下去了 然后在 没有打捞 在 一九零几年的时候打捞过一次 打捞起来三千多件瓷器 然后在 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三年之间 进行了第二次打捞 这次打捞呢 就是非常的完整 就把船的残骸呀 都打捞起来了 那么在因为打捞出来船的残骸了呢 就有人发起了这样一个倡议 就是重建的隔壁宝号 在一九九五年开始重建 在二零零五年十月 这个重建的隔壁宝号呢 就沿着老隔壁宝号的航线 又从走了一遍 去中国的航程 历时225天 才到达广州 因为是木制帆船 肯定动力 全木的吗 对 全木的 而且是全手工的 就非常复古 那么今天 这首歌的网号 会第二次启程 前往中国 再过半个小时 那么今天来队呢 今天正好是周六 放假 每天都上班 没有时间 站在那个假班上 对啊 都在等着出发的时刻 都在等着出发的时刻 对啊 都在等着出发的时刻 这次是周六 都在等着出发的时刻 就像是周六 走的时刻 然后再到达广州 就像是周六 的时间 就像是周六 一样的时间 就像是周六 啊 我不是在自己的套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